强到没朋友 贵到让国会老爷心疼 这架战机出来之前没有天花板 但在他出来后 天花板就是他 那一年 白头鹰环视了一周 发现拿着望远镜都找不到对手 毛熊早就被干爬 沦为大号沙特 卖卖油 卖卖木材 苟延残喘 中国还在为钢城军不久的坚实 欢呼雀跃 彼时的中俄五代 还不像今天可以组成七级编队 在那个四代机还在满天飞的时代 宛如外星科技一般的F22 是没有对手的 当然外星人除外 毕竟在美国电影中 F22的出动都是对付外星人 可以说美国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 在世界上就几乎没有对手 在这段时间内 F22同样是一记绝尘 光是五代机标杆 就已经让它收获无数荣耀了 在F22出现之前 从来没有人能定义五代机是什么 4S又是什么样的标准 F22猛禽所采用的两台F119 PW100涡扇引擎 最大推力是18吨 推重比达到了惊人的10 无需加力 即可实现1.7马赫的超音速巡航 具有非常规的短程起降能力 这具引擎用了20多年了 依旧是地球最强发动机 同时期的俄罗斯刚用上AL31F发动机 最大推力只有14吨左右 即便是现在苏武器所采用的AL41F1 最大推力依旧达不到F119 PW100的18吨 而当时的中国自研发动机FWS10 也才刚刚开始而已 而现在已经到了2022年 歼20依旧没能用上FWS15 所以在当今世界能打败美国发动机的 也只有美国 就连俄罗斯也只能选择奋力追赶 而中国发动机与欧美国家相比 差距至少有着二三十年 即便到了现在 这具二十多年前的发动机 仍是世界最强 此前美国曾在98架Brock 3035P次的F22身上 完成被称之为增量3.2的软硬件升级工作 其中一个重点便是让这些F22A 具备发射AM120D和AM9X 两种新一代空空导弹的能力 AM120D中远距离空空导弹的最远射程 便达到了160公里 另外还有美军将要装备的AM260 联合先进战术导弹 这是一种主动雷达导引空对空导弹 射程更是达到恐怖的260公里 优先装备的便是F22 你们觉得世界上的其他五代机拿什么跟它打 F22猛禽获得竞标是1991年 首飞1997年 装备2005年 停产2009年 就是在这样短短的时间内 它就停产了 而且停产的还非常彻底 马上便把生产线给拆了 仔细看看这个时间就明白了 是美国自己放慢了脚步 正如火力军曾看到的一句话 领先所有人一代 你无敌 领先所有人两代 你完蛋 领先一代 别人还会跟进你 你有机会引导环境向你有力的方向变化 但当你领先两代的时候 别人不跟你玩了 虽然你的路先进 但这条路只有你一个人在走 所以美国才会选择自己放慢脚步 这样才能引导世界上的其他国家 才会跟着你走 所以在火力军看来 F22猛禽停产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 它太强了 强到没有对手 这也导致清晰空战目标的缺乏 F15都能干的事 为什么要花一亿多美元 买一架F22干呢 嫌钱多吗 厅产的另一个方面就是贵 F22研发成本接近300亿美元 单价更是高达1.5亿美元 花在F22项目上的总投资超过600亿美元 综合算下来 在2005年的时候 一架F22的造价达到了2.5亿美元 这个费用 就是美国这样可以通过印钞票过日的国家 看来也是非常吃力的 当初美国空军员计划 是打算用262亿美元订购750架F22 1990年改为648架 1996年减至339架 2008年金融风暴席卷全球导致全球经济下滑 美国自然也受到很严重的影响 所以多个高价格项目被砍 也维持不了更多的F22采购和维修成本 最终共采购187架量产型 当然停产还有着别的原因 F22是一款冷战时期设计的特化性能战机 在空战性能上做出了极大优化 甚至是极端的优化 不要只看到YF23这一个竞争对手 应该再去看看同期NASA为F22配套的各种技术验证机有多少 所以F22当时的预算一价1.5亿 可是实实在在的1.5亿 和现在的掺水板美元的1.5亿不是一个概念 这算成现在的价格大约是3亿出个头 最重要的是 这个钱不会因为产量增加而降低太多 当时不是没有出现各种F22的多功能改进型方案 但归根结底价格还是难以降下来 甚至因为需要修改设计某些型号还略有上升 1999年南斯拉夫战争则证明了 美国空军的装备在当时是足以压倒地区强国的 而俄罗斯还在搞苏4期和苏35 中国还在搞90年代初期水平的坚实 花3亿美元就为了买一堆装点门面的F22 这个账也太过分了 国会那里也没办法向公众交代呀 作为一款上世纪70年代就开始研发 90年代就开始首飞的战机 在现代这个时期有些理念已经落后了 F22猛进在设计之初就是制空战机 目标便是前苏联以及其盟国的米格28与苏27 但随着东欧巨变 苏联解体 欧洲防务压力骤然减轻 另外还有F35项目的推进 也促进了F22的停产 批示好用又便宜的F35 怎么看都比F22划算 作为第一款五代战机 F22猛禽无疑是非常成功的 但这并不代表其本身没有缺陷 不同于前辈F15与对面的苏27系列 有足够的空间可以进行各种改改改 F22猛禽几乎把自己的预设空间全部堵死 这就导致了猛禽如果想把先进的航电塞进去 整个战机内部都需要重新整合设计 这已经不亚于重新设计一款战机 换言之 F22猛禽自诞生之日起就已经基本丧失了改进空间 况且F22作为第一款隐身战机 其代价也是巨大的 平常需要耗费巨大的恒温机库 F22所采用的涂层是一种纳米级别的纤维材料 问题就在于这种涂层类似于毛刷 需要垂直战斗机的表面才可以做到隐身的效果 也就是因为这种情况导致隐身涂层很容易脱落 这也让F22更加的金贵 需要进去恒定的湿度以及温度的环境 才可以保证涂层不会出现脱落的情况 也就是说F22只是停在那里 每天都是大笔大笔的钱 而F35就不一样了 洛马公司对其重新设计了涂层 将刷子涂层更换为了华服柄型涂层 使得F35不需要像F22那样的金贵 任凭海风吹都无所谓 可以说是经济又实惠 另外F22的腿是真的短 在欧洲倒是无所谓 毕竟有就近的基地 但是亚太完全不行 只能抵近部署 在这一点上 F35就显得好多了 虽说F35性能至今被很多人诟病 机动性与超音速飞行能力 在五代机中一塌糊涂 令人哭笑不得的是 F35貌似也成为了美国近几十年来 造过的飞得最慢的战斗机 但战斗机的设计 都是各方面的妥协于折衷 在火力军看来 F35绝对是一个相当成功的项目 落马的选择如今看来非常正确 F35的飞行性能被阉割 但是带来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 再加上多国参与 使得F35成本大幅降低 现在成本已降到8000万美元 随着生产规模的进一步扩大 还可能会降得更低 另外 未被降低多少的隐身性能 搭配上先进航电系统 使得F35其作战性能不降反升 比起继承了当时各种最先进系统的F22 F35的取舍也是必要的 皮实耐用价格划算又先进 且战斗力不低的F35 怎么看都比贵得要死娇生惯养 而且对地对海性能都不够看的F22更好 可以说F35一步步的到位 也在相当程度上导致了F22的停产 总的来说 F22停产是必然的 毕竟当别人不跟你走一条路的时候 你再先进的产品也是没啥用 你们认为F22的停产 还有哪些没有提到的原因呢 欢迎评论区讨论一下 我是火力君 咱们下期再见 好 好 好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